大家好,我是Eric,今天是8月16日,我们继续来聊股市 首先声明,我只是小散户,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做投资建议 我们回顾一下一周走势 周一,两市集体高开,券商板块强势支撑指数 指数维持震荡攀升,午后围绕华为概念的科技板块全线大涨 科创板跌多涨少 周二,股指低开,户指失手2800点后,围绕年线附近低位盘整 午后市场焦头清淡,全天正负仅17点,微幅收跌,科创板普遍上扬 周三,受美国新增关税延期的利好消息刺激 早盘,户生两市大幅高开,户指直接回补上方缺口 随后指数维持高位震荡,但总体做多力度不强,各大股指涨幅收窄 科创板涨多跌少,周四,受欧美股市大跌影响,户指两市大幅跳空低开 但是指数顽强的逐步回升,午后科技股集体反扑,带领指数继续走强 三大股指全线翻红,户指重返2800点上方,科创板个股也大多强势收红 周五,指数早盘在大金融板块带领下震荡攀升,午后成交量还是没有放出 有所回调,科创板个股表现低迷,户指周涨1.77% 本周没有延续上周的跌势,走出了震荡市,周线收红 尤其是周四,受美股大跌影响,大幅跳空低开,为8月的第三个跳空缺口 指数却走出了震荡向上,当天回补缺口 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衰竭缺口,市场底部已经探明,就在2800点一带 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美贸易战的进展 8月13日晚,中国副总理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通话 双方约定在未来两周内再次通话 商务部部长中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刚也参加了通话 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最新的关税清单中删除了部分中国产品 将中国产玩具,笔记本电脑等多种消费品面临的新关税推迟到12月中旬实施 川普说,决定在圣诞节前推迟关税,是为了避免影响节日购物 他还炫耀之恩,此举帮助了很多人 首先,川普这句话间接承认了加关税,是向美国消费者买单 以前他一直说,加的是关税,是由中国买单 我说过,美国消费者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涉及到切身利益,商的就是他自己的选票 第二,这次决定延长关税和8月1日宣布对3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 才隔了没几天,现在就更改主意 我觉得他是体会到了中美贸易战,不是那么简单的 简单的加征关税就能打赢 我们动用了汇率武器,让对方股市就暴跌一下 川普错,就错在把美股走牛作为自己的政治业绩标准 美股跌,他自己心里也会咯噔一下 川普一直说会有big deal 不仅公司的CEO反对,现在连美国的老百姓也烦了 现在只是延迟关税,又不是全面谈成 只能说有所缓和 贸易谈判有的谈了 所以我们也别太当回事 本周市场对全球经济衰退担忧加剧 8月11日,阿根廷现任总统马克里在总统大选初选中落败 令投资者对10月连任产生严重怀疑 对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阿根廷股市、债市、惠市出现三杀 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也传出快消息 德国CEW研究所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7月份,投资者对德国经济预期指数 从-24.5暴跌至-44.1 为2011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8月份的调查显示 德国经济周期前景显著恶化 德国在2019年第二季度末 GDP出值环比降0.1% 陷入负增长 周三 美国10年期美债和2年期美债收益率出现了自2007年10月以来的首次倒挂 这也被市场视为经济衰退的可靠指标 因为在过去50年的每次衰退之前 10年期和2年期美债收益率都出现了倒挂 尽管经济衰退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会到来 衰退平均发生在2年到10年期收益率倒挂的22个月之后 最快的一次衰退发生在信号发出后短短14个月后 美国周三创出了19年最大跌幅 我个人认为因为美联储开始降息通道 美股还会维持高位震荡一段时间 不会马上下跌 当美国和中国的CPI达到高位 降息空间将减少或者升期 那个时候对金融市场的打击会非常大 所以要关注CPI指标 当CPI涨幅过快时就需要当心 消息面上我还是要聊聊上面对股市加杠杆 上周五盘后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正式出台 同时指导交易所进一步扩大融资融券标的的范围 对融资融券交易机制做出较大幅度的优化 一是取消了最低维持担保比例不得低于130%的统一限制 交由证券公司根据客户资讯 担保品质量和公司风险承受能力 与客户自主约定最低维持担保比例 二是完善维持担保比例的计算公式 除了现金股票债券外 客户还可以和证券公司任何的其他证券等资产 作为补充担保物增强补充担保的灵活性 三是将融资融券标的的股票数量由950只扩大到1600只 标的扩容后市场融资融券标的的市值占总市值比重 由约70%达到现在80%以上 中小版创业版股票市值占比大幅提升 简单的说就是券商借条资金的价格下调了 担保比例不得低于130%统一限制取消了 并且现在可以融资买入的个股从950只扩大到1600只 这个细则结合上周震惊下调转融资费率 两者应该是配套行为 很有想象空间 并且这次纳入两融的股票 中小版及创业版就新增了375家 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市场的流动性 上面降低利息 鼓励融资让大家加杠杆完 现在上面思路很清楚了 房地产市场不断拼命的给压力 降低杠杆 股市现在鼓励加杠杆 会导致一部分炒房资金进入股市 而且前两周四部委提出的 2019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 明确通过债转股降低企业杠杆 防范金融风险 股市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任务 需要发动一波行情来完成这个使命 现在来看看我个人持仓个股 还是没有任何操作 周一这个股票高开两个点 一直高位震荡 尾市收高涨4% 周二低开 全天低位震荡 成交萎缩 周三随大盘跳空高开 但是券伤还是不表现 逐步震荡回落 尾市微跌 周四受每股大跌影响 跳空四个点低开 然后逐步震荡走高 于下午两点翻红 完全回补当天的跳空缺口 收盘微涨 周五低开后有上冲动作 我一次有所回落 周线涨2% 收了一个十字星 这个股票周四 也走出了衰竭缺口回补的形态 下周就是出中报了 我个人觉得 中报业绩上不一定会有亮点 重点看股东人数是否减少 基于我对后市的看好 我个人觉得 这个股票会震荡向上 8月13日 世界头号对冲基金桥水 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了2019年二季度持仓报告 今年二季度 虽然桥水的每股持仓 从一季度末的163亿美金降低到127亿美金 但是首次新进两支中国ETF 桥水披露的二季度每股持仓报告也显示 桥水的确在做多中国 桥水基金总裁达里奥在8月初表示 如果你是全球投资经理 忽略现在的中国将是你职业生涯最大的败比 并表示进入中国已早不宜迟 现在就是最佳时机 桥水以实际行动做多中国 它也代表了很多外资的态度 现在是做多中国股市的好时机 可能也就是中国的股民在看空中国股市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周我说了要等待衰竭缺口 周四在每股暴跌的情况下 指数跳空40多个点开盘 这是8月短短十几天以来第三个跳空缺口 而周四当天震荡向行 完全回补当天缺口并微涨收盘 周四的缺口我相信就是衰竭缺口 指数向下调整的动能已经耗尽 周期上来看 4月份以来的调整已经有4个月 大的调整周期也应该马上要结束了 接下来10月份马上就是建国70周年庆 我个人旗帜鲜明的看多 我相信接下来应该以震荡上行为主 会有一波不错的行情 迎接建国70周年庆 谢谢